請大家放心 我們一直都有在做準備 我們也知道現在外面有很多朋友 非常關心我們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還是要把 我們的市政工作做好 市長怎麼看就是現在 這個連署第二階段的門檻過了 會不會覺得民進黨在這當中 有失利 請大家放心 我們一直都有在做準備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外面 有很多朋友非常關心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還是要把我們的 市政工作做好 我想就是要讓市民朋友更放心 謝謝 下班後 我們會到巴德路 跟大家討論一下 進入的主事 很多人都很關心基隆 目前的情況 我們也深深的表示感謝 大家也請大家放心 我們會做一切的主要 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 受質詢時虛偽陳述者 除一年下有請你不是立法院 來判 他是送法院來處理 委員你不是警察官啊 你是全世界 你們可以把 只有法院的質詢也很簡單嗎 委員花蓮憲會的質詢也很簡單 總院長 如果你用這種態度 在立法院 你不但不是大師兄 不但沒有調和鼎賴 你用這種方式 如果你不是行政院長 如果你的水平 是地方議會議員 你可以這麼做 所以做院長 請尊重你是行政院長 不用快說 請不要再推兩國論 不要再推兩國論 請不要超越質詢的範圍 這次的國會改革修法 總共在委員會 3月21號 委員會專報4月1號 委員會排審巡達 4月3號 10號 11號三場公聽會 4月15號 委員會審查 5月8號 委員會抄理協商 16號 院會的抄理協商 17號 院長召集三次抄理協商 5月17號 21號 24號 28號 院會主條審查 經過13次的院會 及委員會的審查 及協商 才三讀通過 院長 哪裡有 沒有經過實質討論 哪裡 謝謝副委員提醒 5月17 21 24 28 那是 世間的院會主條審查 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為國人所詬病的 整個討論的過程 好 謝謝 三長公聽會 到底是誰舉辦 沒有關係 院長齁 這個你要持續堅持 好 那本席就提醒你 13次的院會委員會的討論 才把國會的修法改革 刪讀通過 如果 如果你認為 13次 還不算 有實質討論 以後民進黨 推出的法案 要在本院通過 那我們看要幾次討論 13次 都不算 有實質的討論 那以後行政院提的法案 我們足以來檢視 報告委員 我們再看一下 我不是跟你在算數字 國務基要費 國務基要費 阿扁 除罪話 當時怎麼通過的 川普啊 川普議長 法規法90條之一 直接送出委員會 民主黨 上位 好 這就是民進黨 我不是跟你講數字 然後再過來說 我跟你講的是內容跟文字 再過來說 請我們搞清楚 誰贊成 誰反對 舉手投票 誰知道 這是基本常識 2017年2月3號 國會頻道直播 這是民進黨提案的 從那天開始 包括我們現在 都是全國直播 在這裡講什麼 做什麼 通通清清楚楚 怎麼會 沒有人知道 院長如果 你的國際常識不足的話 本席可以來這邊 給你尊尊教誹 歐洲議會 英國議會 聯合國 到現在都是 舉手表決 所以沒有什麼 叫做舉手表決 誰知道 第二 毀搖雙首長制 不可以質詢總統 好 總統沒有接受 立委質詢的義務 來我們來看一下 影片 我不願意 不要下一步 請慢一點注意 立委員所有的質詢 所有的報告 總之心還是委員會 都是極問極答的 勇敢面對說了問題 又是民進黨的主張 當時為什麼沒有 著式經費沒有關係 著式經費沒有關係 民進黨版本 在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版本 民進黨的版本 過去為什麼沒有過 過去為什麼沒有過 就是不適當 然後再過來 默示正當法律程序 違反程序正義 請律師拒絕證言 請問一下 做律師 你是學法律 我請問一下 行事做法27條 除非是犯罪嫌疑人 才可以請律師 證人到法院可以請律師嗎 而且來這裡立法院聽證的民眾 都是有涉及跟政府相關有勾結 立法院立案調查來這裡是作證 作證 怎麼可以帶律師 當然要經過會議主義同意 但是你要科政府人員 可以移送刑法 下一條 而且科人民直接的發完 這就是老百姓 請不要再給你上課謠言 百姓到立法院的聽證會 他是沒有行責 只有政府官員有行責 為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再下一條 一點水都不能放 無期限審查人士同意權 說立法院人士同意權空轉政府 癱瘓政府 憲政機關的運作 我們修正的條文 叫做 二十九條修正以後 立法院修審查期間 人士審查期間 不得少一個月 並於院會表決前十天 擬據審查報告 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不對 你只 有什麼不對 只規定不得少一個月 這樣會癱瘓 台灣行政院放半年嗎 這樣會台灣行政院 好 你說我會放半年 我們看原條文 修正前 立法院依照憲法104條 徵修條文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不經討論 交全院委員會審查 審查後 出院會以吳敬明投票表決 今院會委員二分之一同意為之 之前有任何的期間嗎 原本就沒有期間 所以 目的在拉長 聽證的過程而已 不說八道 只在拉長 原本就沒有期間的限制 再來下一條 跟原意是不相符合的 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可以可以行責 這個完全是詐騙 行政院的詐騙 這一條是刑法141條之一 哪裡是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在這裡造謠 我們再次強調 再次強調 中午前在立法院聽證 請諮詢 部長 部長 本席廟請你回答 中華民國憲法 刑法 中華民國刑法 中華民國刑法117條之一 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 或受諮詢時 虛偽陳述者 除一年下有請 不是立法院來判 他是送法院來助理 我相信這個結論就是 委員你不是檢察官 你是全世界 自由民進黨 全世界自由民進黨 哪一個國家 官員可以委託文書 可以違證 免罪的 好 最後一條 藐視國會定義不明 施以擴大 立法院權責 所謂反質詢引力資訊 何謂藐視國會 來我們播一下 什麼叫藐視國會 主務所要緩攻大陸 到現在還沒緩攻大陸 一定要講這種 不會輸你 委員長你聽懂我的問題嗎 你聽懂我剛才答學嗎 我吃了草幹什麼 好死 好死 聽懂了沒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離譜齁 我怕到時候同享的第一個是 你第二個是蔡英文 請問這樣子有沒有對委員人身攻擊 這個可以算不算 花蓮憲議會的 花蓮憲議會的質詢也很精彩嗎 委員花蓮憲議會的質詢也很精彩嗎 委員花蓮憲議會的質詢也很精彩 總院長 如果你用這種態度 在立法院 你不但不是大師兄 不但沒有調和鼎賴 你用這種方式 你用這種方式 這是國會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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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行政院長 我覺得你的水平 是地方議會議員 你可以這麼做 所以 所謂院長 請尊重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是地方議會議員 請你面對國會 要謙卑 要調和鼎賴 要好好的 把你的職務做好 最後再提醒你 面對國人 我只是一般國人 我只是一般的國人 中華民國總統按照憲法 來宣誓就職 請不要再推兩國論 不要再推兩國論 不要再推兩國論 請不要超越質詢的範圍